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小白听了都母沙沙 真的是跌破眼镜 我想说你都专门投资这个股市 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不行哦 你该不会是闭着眼睛设费标来决定说到底要买哪一只股票 偷偷告诉你 我就是这个样子啊 你还是要专心看节目啊 上次秀枝老师不是跟我们说过吗 要好好针对我们自己的理财目标 做好这个资产的一个配置 有听没有进耶 我有听 但是真的就没有懂啊 他说什么投资目标 投资报酬率 对我来讲都太难了 放心放心 这种复杂的东西啊 交给我们的节目就对了 跟着我就对了 让我够给我们的理财专家好朋友 秀枝老师 让他来替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 哈啰 哈啰秀枝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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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老师 这个Paul啊 经过我们上一次的讨论节目 他还是不知道怎么样配置自己的资产 姆萨萨 来你把你的问题说出来 秀枝老师 真的是姆萨萨 我回去的时候呢 已经开始很认真要设定目标了 可是呢 其他节目又讲说 这个什么设定目标以后 你要确定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投资报酬率啦 那我光这一个呢 我就已经姆萨萨了 那老师啊 你可以不告诉我 到底有哪些属于叫做资产 或者是我的投资的标的 这样的话呢 我小白呢 才知道该怎么选择 你可以帮助我吗 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呢 就是像是股票投资 所以我们先从股票讲起 那股票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股票就是说 你拥有一个公司的拥有权 虽然你持有一股的苹果股票 来讲的话 你也算是苹果的股东 那你是苹果的股东的话呢 你就会收到 他做股东的一些收益 比如说如果公司 有分这个股息的时候 你就会分到一部分 那股票投资呢 一般像在过去的50年 他的投资报酬率呢 大概是在10%左右 但是呢 他的风险也比较高 风险的意思就是说 每年他的涨幅 或者是跌幅 也可能会超过20% 所以大家在投资的时候 你除了看他 虽然是高投资报酬率 但是也要考虑到 他可能每年的 就是他的风险的震荡率 那就是你要问你自己 你能够承受 他这个风险的动荡有多少 老师说到这个风险的动荡有多少 我想到那个股票进进出出 真的是心脏没有麻痹 都得先吃那个定心丸 可能是有这样子的需要 不过呢 我刚才听老师讲了一个 我挺喜欢的 怎么说 他说买股票就做股东 就是老板嘛对吧 老板我不肯说啦 但是做股东感觉上挺好的 不过老师也提醒了一下 我当然是希望我们那个 苹果股票 之前上涨 去涨上去啦 不要下去让我这个心不安啦 不过呢老师啊 除了像我这个小白呢 真的什么都不懂 只会买股票 那还有什么东西 也是可以列入考虑的呢 那另外一个 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 就是像那个债券 那债券是什么意思呢 债券就是说 等于像你把钱借给 比如说公司 或者甚至于政府啊 比如说如果你买政府的债券 等于就是把钱借给那个政府 那它有一定的期限啊 所以比如说你如果买的是一个 十年的政府的债券的话 表示就是说 这个十年之后 这个你们的约期满了 那你当初投下去的那个本金呢 会全部收回来 然后在这个当中呢 每年你都会拿到 它的所谓的固定收入 就是它的利息 对 那它的话就是比较的保险 因为你是一定 本金一定会拿得回来 还有加上一些利息 所以呢 它的投资报酬率 在去过去的五十年左右 大概是百分之四百分之五左右 所以比股票来讲的话 就低很多 但是呢相对的来讲 它是风险比较小的 所以它每年的震荡率呢 大概不会超过百分之八 百分之十左右 哇 这样子听完啊 真的如果说是在个性上 比较保守的人 债券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风险低嘛 对吧 是啊 老师讲到风险低 好像挺适合我的 可是那一个我现在稍微知道一下 那个投资报酬率好像也有点低 你知道我这个小白有点贪心嘛 right 你都知道的 那我就不知道说老师啊 那除了股票债券 那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 还有比如说像房地产 是大家也比较熟悉的 因为一般的人的话 他可能第一个投资 很可能都会是属于像这个自己的住宅 就是自己的房子 那如果你有更多资产的时候呢 也会考虑到就是买一些 所谓的投资房地产 所以房地产也算是一种投资的方式 房地产是我想对我们华人来讲 有土司有财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 不管是有自己的支柱房 也会想要有这个房地产方面 拿来做投资 是啊 我知道你财富美 很喜欢房地产啊 有喵一下 有喵一下 那个老师啊 那房地产对我来讲 就感觉上就是一个自住房嘛 那它还有什么投资报酬率吗 自住房啊 它的你可能会觉得说 好像没有什么投资报酬率 但是它有两个方向呢 也是有一些投资报酬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你这个房子 如果住了十年 十年以后 对不对 它可能会增值 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换房子的话 它可能已经比当初你买的价格 还要高出许多 所以这个是一个增值的部分 保值的部分 增值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你要这么考虑 因为等到你 你在付你的 这个就是 mortgage 的时候呢 你就不用付房租 对不对 所以呢它等于是帮你省下了 房租的费用 所以它也应该算是一个投资 哇 好像投资自己的感觉呢 是啊 听起来不错呢 而且还看得见嘛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房子也是我的嘛 来 秀斯老师啊 我听起来这个房地产呢 还蛮吸引我的 可是我知道 像我这种小白呢 口袋空空 那我怎么样投资房地产 所以呢 除了就是说 你自己买自己的住房 或者是直接投资 在一个房产之外 你还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投资房地产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REIT R-E-I-T 就是说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一般的 房地产投资公司 他们呢 募资 从投资人里面 募了 比如说 100 million 200 million 一个一大笔的钱 之后他们用这些钱呢 去买 比如说几十栋 或者是甚至于上百栋的 这些房地产 之后呢 他把这些房地产呢 比如说可以租给这个 房客 那房客也许可能是 一般的居民 也可能是一些公司 办公室 或者甚至于是 像工业的一些Warehouse 那他收取的租金呢 百分之九十呢 就是规定一定要 发还给你所有的投资人 所以呢 间接的你就是可以收到这些租金 所以他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代替的方案 哇 有没有觉得 眼睛又亮了起来 有一个新的 而且特别是对这个房地产 有不同的投资方式 你没看到我已经争这么大了吗 有有有 我也想做房东了耶 对 而且我现在好想赶快下线 因为我要回去查一下 解决你的理财问题 成就你的人生梦想 哇 才发现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